如果某天你突然接到了外星人的讯息 信息还明确地告诉你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你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然而却有这么一个地球人 他的反应 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按下了回复案例 这个人就是叶文杰 在看到伊文斯对人类赶尽杀绝的态度后 叶文杰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作为拯救派的领袖 叶文杰对人类文明的态度远没有将灵派那么极端 他认为 如果能使主在三个太阳的半人马座星系中生存下去 而不是对太阳系进行入侵 那将是种两全其美的结局 叶文杰的这种思想 到了我国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其意志地邪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三体第一部的灵魂人物 刘慈欣对叶文杰的评价其实非常微妙 他学识渊博 家族三代都是物理学家 对待他人也十分和善 说一句受人尊敬毫不为果 但叶文杰又是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 这时的他心如磐石 情感淡漠 先是引导了三体星人入侵地球 又亲手杀死了爱人杨卫宁 还间接逼死了女儿杨东 最后叶文杰又对逻辑透露了黑暗森林法则 让人类有了和三体人抗衡的本贫 可以看出 叶文杰是个极其矛盾的人物 但不论是刘慈欣还是独准对他都恨不起 只因叶文杰的原型 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集合体 年少时 叶文杰就已经经历过太多人性的黑暗 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外公也是个物理学家 但这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好事 叶文杰的父亲很快被打成了反动分子 他的母亲为了自保揭发了父亲 而检举材料还是叶文杰的妹妹写的 叶文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四个女孩劈斗至死 对亲情失望透顶的叶文杰 两年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宁砍树 在这里 她遇到了有的相同思想的记者白慕林 白慕林拿出一本寂静的春天 说这样砍树对自然是一种破坏的行为 表示要给上级写信建议停止 叶文杰主动帮白慕林抄损信件 没想到这封信被上级追查 白慕林想也没想就把叶文杰给出卖了 从那一刻起 叶文杰已经不再相信爱情 但雷达峰的经历又给他致命一击 在杨卫宁的安排下 叶文杰被调到了红岸基地 他的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失识 叶文杰却发现雷志诚一直在窃取他的研究成物 从亲情爱情到友情全被背叛 叶文杰对人性已经彻底绝望 正因如此 当他看到外星文明的信号时 便毫不犹豫地发出了回忆 到这里来 我先告诉你们 报到这个世界 我的文明有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 来解决 后来 叶文杰与三体人的通讯被雷志诚发现 雷志诚想把发现外星人的成果上榜 想当第一个和外星建立邦交的人 但叶文杰被命运操控了整整30年 现在 他想主宰自己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于是在叶文杰制造的一场事故里 雷志诚和他的丈夫杨卫宁都死了 20年后 女儿杨东已经成为物理界的星宿 可当他发现人类物理学已经被三体人所死 而母亲竟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无法承受的杨东悲愤自尽 看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历史中比较冷门的人物 他就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作为周家的次子 周作人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 哪怕后来家到中落 包括到日本流血 有什么麻烦事也都是哥哥鲁迅在前面担着 因此相比于充满了战斗性的鲁迅 周作人的文章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 秦丹也十分幸运 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年代 当周作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 遇上了风起云涌的革命 注定是没有市场的 这也让他感到非常挫败 后来 周作人甚至还写过一篇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说自己是一个孤独的行人 在荒野上叫喊去惊醒了熟睡的人们 结果遭到了一顿臭断 1927年 国民党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 更是让周作人心灰意冷 他说把杀人当作目的 这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 到这时 周作人就像是遭受过接连打击的叶文杰 对中华民族已经没了半点信心 但他对日本的文明却非常相信 前面说过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什么麻烦 基本都是鲁迅帮忙搞定的 这也导致他对日本的印象都停留在光鲜的本层 后来单纯还娶了个日本太太 回到北平后 周作人也是对日本各种吹捧 到了1937年 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清华战争 周作人家里人口中多 便索性带着日本妻子留了下来 成为四位留品教授之一 日军侵占华北后 就开始到处逼迫有影响力的名人为日本站台 周作人自然也是目标之一 周作人起初还不愿当日本人的走狗 但为了活命 他最后还是担任了华北政务教育督办的职位 并出席了日伪政权设立的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 从此成了一个文化汉奸 但正如毛主席后来给周作人放了一条生路一样 叶文杰也开始在三体和地球文明之间寻找平衡 人类文明的不完美就像是一张白纸上有了屋顶 叶文杰自始至终其实都只想把黑点洗白 叶文思却选择把白纸撕掉 而杨冬单脆不完了 在女儿的墓前 叶文杰把自己思索了大半辈子的黑暗森林法子 悄悄告诉了逻辑 随着最像那个男人的逻辑出场 叶文杰充满争议的一生也即将画上句点 他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的答案 刘慈星界侦察员之口对我们发出了提问 你了解三体文明 不了解 那你为什么对三体抱有那样的期望啊 认为他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吗 如果他们能够传业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 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 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 你觉得你这个结论科学吗 在三体第一部的结尾 叶文杰又重新登上了雷达峰 他的心脏艰难的跳动 就像是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 黑雾也开始在他的眼前出现 他用尽生命的最后能量坚持 在一切都没入永恒的黑暗之前 想再看一次红暗基地的日落 在西方的天际 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仿佛被融化 太阳的血在云海和天空中弥漫开 映现出一大片壮丽的血涡 这是人类的日落 叶文杰最后看到的影像 大致对应了路漫漫其修远期 无将上下而求损 他对三体文明的态度 到现在也仍是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的脸蓝心态 不过根据后来的剧情 中国只要不出现成兴 我们就不需要被任何人拯救